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398集 我之所以不能和你同去 是因为我听说 那海中金怪的道行 最低是第二境第八段 但是我感觉 这金怪很可能也是第三境的大药 我身上的灵石只能瞒住第三境以下的 若是与你同去 不仅什么都打探不出来 还很有可能会给你我带来生命危险 你和那海中金怪是旧事 而且你还帮他做过不少事 你只要不露出破产 他应该不会伤你 所以在安全方面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张凡说这话是安慰 但其实说的也是事实 他不是那种 为他自身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如果鬼影老头此去 真的是九死一生 那么张凡也是不会让他去的 我知道了大师 鬼影老头重重点头 那我马上就出发了 去吧 闻言 鬼影老头便直接飘出车子 朝着海边的方向飘去了 鬼影老头消失后 李亚文又妄想张凡 张先生 咱们的计划 他能成功吗 我感觉应该差不多 你看 狐狸精是海中 那个金怪最得力的助手 在农历十五那天晚上 狐狸精办完事 应该回去找金怪复命 可一直拖到今天 那狐狸精也没有出现 那金怪必定会心生疑虑 自然也会自身 诸多猜想 那金怪并非是自由之身 狐狸精死了 他还需要有人帮他办事 而鬼影老头 便是最佳人选 只要那鬼影老头 能向金怪充分表达出 他的忠心来 很可能会获得信任 到那时 只要他想做什么 就一定会向 鬼影老头说一些 他之前布置的秘密 鬼影老头只要再结合 我刚才那番叮嘱 有目的性地 打探一些消息 说不准 真能打探出一些 咱们想要的东西了 听到张凡的话 李亚文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 鬼影老头在那个地方 传递消息 海中金怪能不能听到 我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 毕竟 那是他们当初抛尸之地 那个抛尸处 必定和海中金怪 有些联系 您放心好了 李亚文安慰 张凡看了一眼李亚文 微微点头 那咱等等好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 很快 半个小时便过了 张凡和李亚文的内心焦急 两人时不时地 朝海边的方向飘一眼 又过了半个小时 鬼影老头仍旧没有回来 李亚文 现在有些担忧起来 张先生 那鬼影老头 他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这也是张凡担心的地方 但李亚文话音刚落 两人便赶到 从正东方 穿了一股魂气 两人瞬间把目光 投向了正东方向 只见打着伞遮阳的 鬼影老头 朝着车的方向 飘了过来 当然 悬门中人才能看到 是鬼影老头在打伞 普通人 只能看到一把撑开的雨伞 飞在半空里 那看起来颇为奇异 估计这一路上 鬼影老头头顶那把伞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鬼影老头打伞 也是因为 海面上根本没有 任何避阴的地方 他必须着把伞 以避免 阳光灼伤他的魂体 很快 鬼影老头便到了车前 然后 直接钻进了张凡的车内 怎么样 没受伤吗 听到张凡的话 鬼影老头心中一暖 张凡让他办事 但回来后 却并没有先问 事情办得怎么样 而是第一时间 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这 让鬼影老头 颇为感动 多谢 没受伤 没受伤便好 事情打探得怎么样了 我按照您的吩咐 到了那抛尸的位置 便开始 在海面上 传播 狐狸精已死的消息 不过 我足足传播了十分钟 才听到了精怪的声音 整个交谈过程 我只听到声音 却并未看到他的身躯 他问我 狐狸精是怎么死的 我回答说 狐狸精在我和紫面恶鬼 战斗的时候死的 同时 紫面恶鬼也已战死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接下来 我可以更好地表达 我对狐狸精的愧疚之情 也可以表达出 我对海中精怪 派出狐狸精 帮我杀仇人的感激 这样 就可以迅速拉进 我们的关系 打下一个 让他对于我信任的基础 听到鬼影老头的话 张凡和丽雅温对视一眼 而后 两人均是满意点头 鬼影老头这个回答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让精怪对他产生 信任的基础 说完这话 我便对海中精怪 表达了我的一片耻诚之心 我说 狐狸精是因我而死的 我以后愿意替代狐狸精 为海中精怪 做更多的事 那精怪极为机敏 他反复是谈我多次 他说 我的仇已经报了 不再有求于他 他不能出海 也威胁不到我 我离去 反倒可以逍遥自在 为何还要为他效力呢 我则回答 继续为他效力 只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 是为了表达我的愧疚心理 和感激之情 另外一方面 我从紫棉恶鬼那里获取到 杀我儿子的主谋 并非是紫棉恶鬼 而是我的一位仇家 但是 我那仇家道行 远远在我之上 我仍旧需要他的帮助 说到这里 龟英老头又望向张凡 我觉得吧 只有我有求于他 他才可以彻底信任我 张凡听了 则对那龟英老头 竖起了大拇指 你做得非常好 姜还是老的辣啊 龟英老头虽然道行不高 但是 他对人心的揣摩 却是十分高明的 听到张凡的夸赞 龟英老头干笑了一声 在我说出我的诉求之后 那精怪已经相信了我 然后 他就吩咐我 做几件事情 哦 什么事 在黎亚文看来 此刻便是关键时刻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是否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